大家好,我是宇哥,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大家好,宇哥今天介绍一部超级感人的电影 话说有一个远渡重洋的宠物箱 在拖映的过程中,行李牌被蹭掉并被风吹走了 机场的搬运工非常粗心大意 运动物品的时候将宠物箱掉到了地上竟然都浑然不知 狗狗自己从里边走了出来,我们就叫他巴工好了 东瞅瞅戏看看,这时迎面走来一个男人 巴工仿佛对他抱有特殊的感觉停下了脚步 男人是一名大学教授,刚刚下火车出差归来 暴击巴工左右寻找没有看到施主 于是他带着巴工来到站台管理处 想把他交给站台管理员马丁处理 可马丁却说如果放这儿的话 明天就只能把他交给动物收容所 让教授先把巴工带回家养着 这边一有施主的消息就和他联系 教授一看没办法,只好把巴工带回了家中 偷偷将他安顿在一间不常住的卧室中 教授这次出差去了好久 小别盛新婚,夫人激动地迎接爱人的归来 之后就迫不及待地上楼亲着去了 这时巴工却不老实了 从床上跳了下来,向楼上挺进 来到楼上,闻到女主人那只羞涩可餐的小脚 忍不住舔了上去 夫人吓得一个机灵坐了起来 迫于夫人的压力 教授只好把巴工搬到屋外寒冷的小仓库里安顿下来 巴工只能可怜巴巴地从门缝中向外张望 教授的女儿娜娜也很喜欢巴工 让父亲和母亲好好说说把他养下来 于是教授再次向夫人请示 却被夫人拿一张寻钩骑士把话堵了回去 教授再次来到车站 遇到了动物收工所的工作人员 却被告知收工所已经满了 让教授自己先养着等待空位 车站前书店的黑妹店主很喜欢巴工 对他爱不释手 可人家的原住民喵姓人可不干了 一抓子脑上去吓得教授赶紧车了 又来到车站前 询问卖早点的大叔能否养巴工 大叔一听送出一份早餐 说这顿免费 最后又回到站台找管理员马丁 询问后都知还是没有失足的任何消息 找日本朋友看看行李牌上的日文 朋友说这是只日本的秋田犬 品种很特殊 朋友又看到了他脖子上的项圈 和教授说他的名字叫巴工 只好又将巴工带回到夫人面前绣人爱 夫人一看又不高兴了 教授刚想说两句 这时却听到另一个房间传来声音 一看巴工竟然将夫人做了两个月的建筑模型全毁了 这下夫人真发飙了 教授只好把巴工重新送回仓库里 巴工只好独自忍受寒风的凛冽 深夜风越刮越大 教授始终放不下巴工 终于忍不住又去参股把巴工接了出来 重新回到温暖的家中 教授不敢上楼在客厅看着电视睡着了 夫人下楼看到老公睡在沙发很是心疼 终于还是心软了 同意了先让教授把巴工安顿在屋内 这天教授在室外训练巴工捡球 球扔了出去 可巴工却丝毫不为所动 教授在地上婴儿爬的样子实在让人忍惧不惊 夫人接到了一个电话 电话里的人说愿意收养巴工 夫人这时却犹豫了 看着室外教授和巴工开心玩耍的样子 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不忍心把他俩分开 拿起电话说狗狗已经被认领了 时光荏苒 岁月如梭 巴工已经成长为一只大狗了 和教授的关系更亲密了 除了不会剪球啥都会 这天教授又坐火车上班 留巴工在家 可巴工还是想和主人在一起 用他天生的狗袍本领 疯狂的从并不坚硬的泥土中挖了一个坑 扭呀扭呀执 竟然成功的从下边钻了出去 这时教授已经坐上了火车 准备去大学教课 忽然从村外看到巴工来了 于是他和马丁先拖住火车别走 自己赶巴工回家 看到巴工往回走了 心满意足的打算重新登上火车 可随之巴工转了个圈又跟来了 教授只好带着巴工回了家 将坑填上后又去赶火车了 让夫人在家照顾巴工 并且给他喂点吃的 到了傍晚 巴工知道教授要下班了 一个月登上了木墙翻了出去 轻车输路的走大街 穿小巷来到了车站 车站门口熙熙攘攘 人来人往 聪明的巴工跳到后边花坛的台子上 昂首向车站张望 等候主人的归来 这时教授出来了 巴工开心的扑上去讨好主人 没想到神奇的巴工 竟然能独自接主人下班 卖早点的胡子书和站台管理员马丁 看到后也都羡慕得不得了 他们一起开心的回家了 教授找日本朋友询问 为什么巴工不捡球呢 朋友说 如果你想要捡球的狗 应该养牧羊犬或者猎犬 秋天犬不干这个 除非有特殊的原因 从此以后 每次教授上班 巴工都一路相随 陪伴送他到车站 等主人进了车站 再自己回去 每次下班前 巴工又早早的来到车站 像一个守望者一样 守候主人下班归来 然后一起回家 日复一日 无论是寒冷的冬天 还是炎热的夏天 都阻止不了 巴工对主人的忠诚与亲近 这年冬天 一个寒冷的早晨 教授出门上班 然而这天巴工却一反常态 没有跟过来 主人呼唤无效 巴工竟然还原地 转起了圈去 教授爬上班 知道只好独自出了门 这边巴工却从自己的玩具 下边咬出了网球 要上车的教授 心情有点失落 存着脚相心理 回头望了一下 果然把巴工盼来了 更惊喜的是 嘴里还叼着球 教授试探性的 把球扔了出去 巴工非常轻话的跑去 把球捡了回来 教授开心的合不容嘴了 这次指的更远 巴工使命必打 精准呜的 把球又叼了回来 教授很满意地 对他表示称赞 巴工似乎并不想让教授走 仍然用网球缠着教授 再不走就迟到了 教授最后迫不得已 只好把球没收了 他上了上班的火车 这次的巴工和平时不一样 没有自己先回去 而是一直望着火车 缓缓离站开往远方 教授是一名大学的音乐老师 来到学校后 一如既往地在礼堂教书与人 坐在学生身边休息一下 当起身时 却已经突发性心脏病 一下扑倒在地上 再也起不来了 到了教授每次下班归来的时间 巴工再次暗示 来到站台等待主人 一直等到天完全黑了下来 那个熟悉的身影也没有出现 直到教授的女婿 赶来将巴工接了回去 教授的葬礼上 每个人的心里都无比悲伤 深情地缅怀着他 火车站依然人类人网 变换着不同的面孔 不同的是 每天巴工都守在同一个位置 翘首起判 再也不会归来的主人 马丁对巴工说 你不用再等了 他不会再回来了 巴工好像听懂了 但又好像没听懂 教授夫人决定搬离这个 充满与丈夫回忆的伤心之地 女儿娜娜和女婿 一直很喜欢巴工 于是他们决定带她 去自己家继续受养照顾 于是巴工来到了新家 有了新的狗窝 然而却并不开心 一个没注意自己跑了出去 巴工在雪地中前进 在陌生的城市 寻觅着熟悉的道路 凭借嗅觉 以低流感 在岔路口努力做着选择 经过一宿的跋涉 竟然神奇地回到了以前的城市 曾经的家已经物是人非 熟悉的主人也已经不在了 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 于是巴工又来到了火车站 早点大叔及车站的老顾客 看到后都很惊讶 他是怎么来的 难道狗狗也能试图吗 好心的早点大叔 知道巴工饿了 拿出香肠喂给他 娜娜太了解巴工了 知道他会回到老地方守候父亲 取车前来接他 感谢完车站的好心人后 将巴工又带回了自己的家 娜娜心里也十分思念父亲 所以她十分了解巴工的心情 并且尊重巴工的意愿 将木门打开 让他自己选择离开还是留下 巴工仿佛了解娜娜的心情一样 温柔的舔了舔他的手背 再次毅然的奔向了 充满美好回忆的车站 从此以后 每天巴工都坚持守在车站 期待和主人再次相见 晚上就来到冰冷彻骨的铁道上休息 巴工的尸体口口相传 生命远播 也来了媒体记者前来采访 很多好心人都看到了报纸上的报道 纷纷倾囊相助 寄来钱 让马丁买点吃的代为照顾巴工 教授的日本朋友 也文学后来到车站去看望他 想给点钱 让卖早点的大叔给巴工买吃的 大叔拒绝了说 好心的资助已经够了 会照顾好巴工的让他放心 于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春去秋来花谢花开 巴工每天都来车站 守候主人的归来从不间断 这天教授夫人再次顾地重游 来到车站看到了巴工 见到巴工仿佛又见到了教授 巴工已经年老体弱 眼神中多了些沧桑 唯一不变的是对主人的那份执着与忠诚 他愿用余生去守候那份与主人之间的羁绊 一个寒冷的冬日 巴工依然趴在车站 半梦半醒天 他仿佛又见到了日思夜盼的主人 和主人一起开心地玩耍 嬉闹撒着花 陪主人一起上班下班 主人亲切地换着巴工的名字 他们紧紧地抱在一起永不分离 这部电影是由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的 巴工于1923年出生 主人于1925年去世后 巴工第二天就回到了火车站 并一直等了九年 死于1935年3月 为了纪念他的忠诚 人们为巴工在他等待的火车站 铸了一尊铜像 宇哥也再次没能幸免地 被这部动棒催泪弹击中了 好了 我是宇哥 咱们下次见 喜欢宇哥的视频 请订阅关注 获取今时间更新 对了 还有别忘记转发哟